好家在外國等歌詞 唱歌 歐羅瓦族 在冷氣今夜來咪 涼爽無名 好家在外國等歌詞 唱歌 歐羅瓦族 在冷氣今夜來咪 呼 哈 歐羅瓦族 親愛的小朋友 大家平安 歡迎收看快樂假期 在大家的生活當中 不知道有害怕什麼物品 或是害怕什麼事情嗎 今天的快樂假期主題跟害怕有關係 我們一起來看看這個故事當中發生了什麼事 歡迎一起來觀賞 各位小朋友 大家平安 瑞恩 每天早上醒來 睜開眼睛第一件事情 你想到什麼 我想到謝謝上主能給我一個美好的早晨 還有嗎 如果我有睡飽的話 我會很快樂 那如果沒有睡飽呢 我也是會很快樂 因為主是我喜樂的泉源 沒錯 媽媽也是 有主同在 天天都很喜樂喔 喜樂合流 來充滿我 生命全員 來教掛我 有你同心 不再去爬 無人何處 緊緊跟隨貝龍 我要 w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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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river 我要 j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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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river 我要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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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river of joy 再一次 我要 w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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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river 我要 j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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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river 我要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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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river of joy 祈禱河流來充滿我 生命全員來教管我 有你同心不再去爬 無人何處 緊緊跟隨貝龍 我要 w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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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river 我要 j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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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river 我要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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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river of joy 我要 w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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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river 我要 j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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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river 我要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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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river of joy 今天的故事很有趣哦 当前面有一个困难的时候 你会觉得跨越过他 还是会觉得 我没有办法 孩子们要相信 只要你的生命跟神 有行命的连结的时候 当我们有信心的祷告 神都会应许哦 你是葡萄树 我是姿姿 离开鸟你 我不能做什么 你是葡萄树 我是姿姿 我常在里里面 你也在我里面 每一天在你里面 每一天在你里面 我的心靠你心 才有力量来跳动 每一天在你里面 每一天在你里面 我的灵 依靠你所需圣灵 来带领 你是葡萄树 我是姿姿 离开鸟你 我不能做什么 你是葡萄树 我是姿姿 我常在里里面 你也在我里面 每一天在你里面 每一天在你里面 我的心靠你心 才有力量来跳动 每一天在你里面 每一天在你里面 我的心依靠你所需圣灵 来带领 来带领 你们在看什么啊 怎么那么专注 我在看阿莲娜 老鼠和巨猫啊 我喜欢猫咪 它们都好可爱哦 那如果可爱的小猫咪 变成巨无霸的蛋猫咪呢 那我在想想 对啊 我刚刚在看的这本书 就说阿莲娜和她的好朋友 小老鼠 被野猫啦啦追着满街跑 阿莲娜很害怕 而且啊 只要阿莲娜越害怕 野猫啦啦就会变得越来越巨大 哎呦好可怕哦 那阿莲娜要怎么办啊 什么什么 怎么办呢 就是这本书里的阿莲娜 她好可怜哦 她只要一害怕 那一只野猫啦啦 就会变得越来越巨大了 哎呀 所以说圣经里面啊 也有一个这样的故事 来说一些 一个群人 他们因为害怕 所以他们就觉得 自己变得很渺小 小到好像炸猛一样 想不想听这个故事 想 好 那我来说给你们听 你们还记得 我们有提到 摩西带领以色列人 离开埃及的故事吧 记得 知道吗 对不对 然后他们离开埃及之后 他们要前往 上帝为他们预备的地方 叫做迦南地 走了走了走了 走了好久 快到迦南地之前 摩西就想说 那还没到迦南地之前 他就派了12个探子 什么是探子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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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探视敌人的人 很棒喔 去探视敌人的 可是他们就派了 摩西就派了12个探子 他们就请这12个人 去看看迦南地 他想知道说 迦南地这个地方 现在住了什么人 然后呢 这个地方 他的土地 肥不肥沃 能不能种出好的东西 然后看他们的城墙 肩不肩固 所以 这个探子 就真的这样子 去执行任务 他们花了40天的时间 去那边 很小心 很小心 看了迦南地的情况 40天之后 他们回来 跟摩西 还有以色列人民报告 他们就跟摩西报告说 哇 我们在那边 看到 那边 他们住了 一个族群的人 叫做亚纳人 那亚纳人 长得怎么样 好高大 对 看起来好像巨人一样 而且啊 他们的城墙 都盖得很雄伟 盖得很坚固 然后呢 哇 这个地方 真的是上帝 应许我们的地方 真的是 留着 奶与蜜的地方 因为 那边 种的东西 看起来都很棒 哇 你看 他们呢 还从那边 带了一些水果回来 圣经上面记载 他们带了葡萄回来 你们知道 我们平常吃的葡萄 大概都多大 大概差不多这样子吧 对不对 圣经记载说 他们带了那一串葡萄 怎么带回来的 用两个棍子 扛回来的 哦 你觉得 用两个棍子 扛回来的葡萄 是不是比我们 吃到的 应该大很多 对不对 所以从这边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迦南地这个地方 土地是很肥沃的 种的水果 都是很棒 很好吃的 可是 这十二个摊子 里面 有十个摊子 跟摩西报告 跟以色列人民 报告的时候 他们就觉得说 哎呦 那么那个亚纳人 都很高大 他们城墙 盖得很坚固 我觉得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 进去这个地方 我们可能会被他们赶出来 我们可能会被他们打扮 哇 所有以色列人 听到他们这样报告的时候 以色列人都很难过 都没有信心 哀哭 大哭 就开始说 哎呀 我们这么辛苦 来到这边 结果 可能会被亚纳人打扮 那不如 我们再回去埃及好了 哎呀 这些以色列人 他们非常的没有信心 当他们遇到困难 看到困难的时候 他们就忘记 对上帝的信心 他们就开始害怕 可是其中 这十二个探子里面 有两个人 一个叫做 约书亚 一个叫做 迦勒 这两个人 跟其他十个探子 很不一样 他们就站出来说 如果 这个是上帝 应许我们的地方 我相信 我相信上帝 他就会带领我们 进到这个迦南地 即使我们看到的 好像 亚纳人 很高大 像巨人一样 我们 在他们下面 就好像 小小的扎猛 虽然差距这么大 可是 上帝 一定会保守我们 一定会带领我们 顺利进到迦南地 哇 你们觉得 约书亚跟迦勒 跟十个探子 他们最大的差别 在哪边 迦勒和约书亚 非常有信心 对 他们对上帝 很有信心 对不对 他们看到困难 有没有 马上就害怕 没有 没有害怕 他们知道 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们有上帝 可以依靠 他们对上帝 有信心 因为知道 这个是上帝 所应许他们 要带领他们 进去的地方 所以小朋友 我们可能在 平常的时候 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会 很害怕 很害怕 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你会觉得 可能像 像这一本 绘本里面提到的 阿莲娜 她越害怕的时候 她就觉得那只猫 越来越怎么样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对 所以 有时候我们遇到困难 我们如果越害怕的时候 你就会告诉自己 我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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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当我们有信心 当我们依靠上帝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 克服这个困难 你们知道吗 到我现在讲故事 每次我讲故事之前 我还是会害怕 还是会紧张 可是你知道 我怎么办吗 我都会用一个祷告 我们今天 严巴老师 告诉你们 这个简单的祷告 到时候 以后你们遇到一些困难 你们就可以试着 用这个祷告来帮助自己 好不好 跟着我念 我念一句 你们念一句好不好 亲爱的上帝 亲爱的上帝 我现在很害怕 我现在很害怕 我遇到困难 我遇到困难 求祢帮助我 我把我 交托给祢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这个简单的祷告 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可以跟上帝说 上帝啊 求祢帮助我 求祢给我力量 很神奇喔 当你做这样祷告的时候 并不是说 这个困难就会马上不见 而是在这样的祷告之后 有了上帝给我们的信心之后 我们在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好像没那么困难了 我好像可以克服 好不好 所以遇到困难 我们学习约书亚跟迦勒的信心 对上帝的信心 不要一开始遇到困难就害怕 好不好 这样子 今天这个故事 你们有帮助吗 有啊 有喔 所以遇到以后的困难 怎么样 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 对上帝要有什么 信心 很好 好 那我们今天的故事 就讲到这边 下次我们再听别的故事 我们一起跟所有的小朋友说再见咯 OK 拜拜 拜拜 生活乐趣多 我们要来择一个 世界上飞得最快速 最远的纸飞机 亲爱的朋友 我们预备一张白色的纸 先把它对着成长方形 把中间这条对齐的线 把它压平抓出来 之后把它摊开 好 好 那第二步骤呢 就是我们把它对着 让它上面好像呈现一条 一个三角形的图案 那把这个压线 把它压平 然后把它摊开 另外一边呢 一样我们要把它对着 变成一个三角形的图案 把它摊平之后呢 我们就发现有三条 待会很重要的对齐的线哦 这是第一条线 对面有另外一个第二条线 还有中间 这个直线 都是三个待会要对齐的线 好那接下来我们从左边 这里要对齐这条线 边边 直的边边对齐这条线 把它压平 好换这一边边边的纸呢 一样要对齐这一条 好 刚刚三角形的这个条 对齐这条线 好 接下来 上面这个纸 我们待会会把它折下来 那请记得这两边的纸呢 中间的交叉的点 就是待会要对准的线 好 那 那 我们往下折之后呢 上面那个中间线 记得跟下面这大张纸的中间线对齐 这样就一定没问题了 好 我们把它折平 压好 好 接下来 好 上面这个中间线对齐 底部这条中间线 这样对成一条线 这样就没问题 好 接下来下个步骤呢 我们把旁边对齐这个中间线 把它折下来 右边也是 把它折下来 好 那 我们会发现这里有一小块纸张哦 我们就把它往上对齐 折上来 好 接下来我们翻到背面 把它往上折 好 好 那大致的雏形就完成 接下来我们来折肌翼 好 折肌翼的地方 要特别注意的就是 我们要把这个纸张的点点盖住 肌翼要对齐这里把它盖住 好 稍微先确认对齐到了 好 我们就把它压平 好 另外一边也是 好 我们要盖住这个尖尖的这个尾巴的地方 好 我们把它压平一点 这样待会飞的速度才会比较快 好 完成之后呢 这就是成品了 当我们要试着飞的时候呢 可以把我们的 肌翼稍稍往上 有一点点弧度 这样待会它的飞的速度 就会比较快一点点 好 完成了 上面的步骤 完成咯 我们一起来试飞看看 一 二 三 咻 各位小朋友 大家平安 欢迎大家 来收看今天的台语 很趣味 今天的故事里面有说到 当母子派人进去 压力高山探査的时候 他们看到压力高的人 非常地高强大喊 他们感觉自己 哪个情形是招门 那就是草莓 草莓是草莓里面 想着会看到一种昆虫 不需要的记得 我小时候在学校 下个时就想着会含冬药 做会去捏草莓 不只那种猪蜜 今天 我们就要做会来试语 常常会看到的昆虫 以台语的说法 我们来试语 昆虫这个书的台语 叫做躺躺 躺躺 接着有几种 常常在家里 会看到的躺躺 蚂蚁的台语是高兄 高兄 苍蝇的台语是蚝蚝 蚝蚝蚊子的台语是蚌蚝 蚊蚪 蚂蚁的台语是蚂蚪 另外在牙蚂 我们我们相知也会看到 我们像不一样的湯太 蝴蝶的台语是蚝蚝 或是牙都可以 蜜蜂的台語 我們可以說是蜜香 或是說香就可以 蟾的台語是蟹 或是說暗暴桌 蜻蜓的台語是蟾蜴 蟋蟀有跟我們講法 可以說蟋蜀啊 蚵龍啊 鷗鷗啊 還是鷗鷗 蟑螂的台語是草莓啊 螳螂的台語就是草鷗 蟑蟲啊不可以一種的蟑蟲 我們都可以說是骨子 如果是獨角仙 我們就叫他禄鴿鴿 蕨蟲我們就說是鮮鴿鴿 螢火蟲是火金鴿 另外還有幾種 雖然不算是昆蟲的湯拓 蜘蛛我們就說是蜘蛛 蜈蚣我們就說是鷹鴿 蜥蜴的台語是蜥蜘蛛 蜘蛛都可以 蜘蛛的台語是蜘蛛 蜘蛛的台語是蜘蛛 我們今天就有很多 看不一樣的小動物 他們的台語的說法 這些湯拓都是上帝所創作 我們可以好好來觀察跟人物 大家收看今天的台語很趣 我們後禮拜再上回 一起去看不明天 再次J�征 全learning 曲版列賬 都不要經歷 就聽到そう 每一會 呼 哈 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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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